CES 發表會 在今年 CES 發表會上 業界大佬們都專注在 AI 技術的升級 把 AI 放在影像處理已經形之有嚴 生態相對的成熟 優秀的 AI 處理精緻完美的顯示面板 生理其境的音效配置 這些條件好像都已經是現代人選擇電池的表配 現在市面上大部分的電視顯示器都滿足以上的需求 無論是高亮度的 QLED 或是高對比的 OLED 都有各自的心中支持 QLED 在高亮度的情況下會有光暈 顏色對比不明顯的問題 看久了眼睛會疲勞 而 OLED 有相當優秀的色彩表現跟對比度 但是相對的亮度就沒辦法太高 會有一種畫面暗暗的感覺 那麼有沒有一台電視是可以同時擁有 QLED 的高亮度 OLED 的高對比 今天就為大家帶來阿布布獨家的 LG OLED EBO G4 系列 今年的 LG 比遺忘還要找出新機 搶先各大品牌發布新機發表會 全系列直接一波的升級 M4 C4 G4 B4 那今天的主角 G4 屬於高階電視定位 採用全新 Alpha 11 AI 影音處理晶片 透過這塊全新的晶片讓 AI 的自主學習更加快速 增強畫質加速畫面處理 音質處理都有明顯的提升 這帶來 Alpha 11 會依照觀賞喜好 設定好你喜歡的清晰度、對比度以及色彩表現 讓眼睛保持在最舒服的狀態 風澤亮度提升到驚人的150% HDR 演算更加自然 解決 OLED 亮度不夠的問題 智慧增量引擎會偵測環境光線 在不同的光源下控制亮度 呈現明亮又舒服的畫面 AI 降噪跟 AI 超解析度的全面優化 對影像進行分類 然後去除這些雜訊噪點 再透過深度學習優化人聯和物體的畫質 搭配上 OLED 真實黑色的表現增強對比 讓整體的畫面看起來更加清晰 更生動立體 當然也有些朋友喜歡最原汁原味的畫面 今年 LG 加入 Phil Magamoo 製作人模式 這個模式保留了導演最初想呈現給影迷的畫面 色彩 各位想想 這樣高階的電視那玩遊戲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G4 相容了 G-Sync 跟 FreeSync N 卡 A 卡的玩家都可以開心的使用 解決螢幕撕裂的問題 在遊玩 3A 大作跟 FPS 遊戲都有非常棒的體驗 螢幕刷新率是標準的 120Hz 但在國外大神實測 VR 可變刷新率下 竟然可以來到驚人的 144Hz 大大的降低延遲的問題 帶給玩家非常棒的遊戲沉浸跟畫面流暢度 爽度直接上天啊各位老鐵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直接設定遊戲最佳化的模式 依據遊戲類型和遊戲的環境 立即提供理想的畫面設置 不需要因為不同的遊戲來去做切換 如果玩家有自己喜歡的畫面設定 當然都可以自定義編輯 自由度非常的高 同時擁有國際護眼認證 低藍光 無限光 減少眼睛負擔 打電動打到眾叛清理 七一離子散的眼睛也不會有什麼不適感啊 總結下來 G4 帶給我的感受 無論是在畫面表現 或者是在上一代令人詬病的音效 都有非常大的個性 它帶給我的不只是畫面的完美與精細 而是一種 LG 在面對產品的態度 科技使人進步的感動 阿Bubu 家電在新品發布的第一時間 就跟 LG 官方拿到了這台 G4 在眾小邊努力的爆竿評審下 真的是無可挑剔 綜合評分非常的高 大力推薦給各位觀眾朋友 趕快到我們阿Bubu 的實體門市 來體驗這台 LG OLED EVO G4 帶給你的感動 好的 以上就是這集的全部內容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第一手消息絕不會錯過 那我們下支影片 再見 有趣的影片感動 字幕您 Macron 6000�도 按讚訂閱分享 衝像過 Нав eight 那一點 glove